花莲吉安湘7号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30岁的黄姓嫌犯聚检蓝茶还加快车速试图甩掉远警 而途中高速撞上了三台车波及四人受伤 而其中一人一度重伤昏迷 但嫌犯却在事发后肇事逃逸 而在他留下的车内也发现了毒品、吸食器 还有含有酒精的提升饮料 目前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要将他弃补归案 眼前这辆白色轿车开得缓慢又飘忽不定 引起警方注意鸣笛示意他靠边停 没想到驾驶一个急转完后突然暴冲 撞飞一辆菊虹浓用载载车 换个角度一看车上的富人瞬间被甩出车外陷入昏迷 而白色轿车驾驶不管往前硬闯红灯 碰路口护车车尾遭高速猛撞翻轮 击公尺远造车车上三人头部及双手擦挫伤 吓得后方驾驶精神尖叫紧急刹车 他是我师父 他是你师父哦 那时候他要去哪里啊 要去中心大楼 工作就对了 对对对还在工作 连撞两台车白色轿车驾驶终于丢下车 抄起拖鞋打赤脚拔腿狂奔 警方气喘吁吁累个半死人还是追丢了 我协助你不找好不好 好谢谢 穿上脸色衣 我是工手替代衣 我就短裤短袖黑色深色上衣 然后手里拿拖鞋 警匪追逐站就发生在七号下午一点半 花莲县吉安乡 吉昌三街与吉安路三段路口 一名黄信驾驶拒绝拦检 横冲直撞 酿成领患车祸四人受伤 不过他到底在心虚逃亡什么 残渣 警方在他车上搜出 安非他命毒品一包 残渣带三包 毒品吸管一个 和酒精饮料的空瓶 追查黄信驾驶还有窃盗 公共危险等前科 他为了逃跑网顾人命 害得首当其冲的富人 头部重创 当场昏迷 他送他回来 送他回来 能回啊 能回啊 我们是能回来 所幸正位无辜的46岁外籍 软心妇人 宋一急救后恢复异事 警方持续追捕黄信男子 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 积极细捕黄贤盗案 黄信男子疑似酒驾 独驾一次来在路上谎生 罪行遭警方抓包 逃亡过程 自知恶劣行径 令人罚治 记者零民进取离 请欢迎报道